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大家下午好 这次我们进入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们的训练的信息 特别也是针对的我们所有的负责弟兄们 这次的主题是讲到爱主并彼此相爱 为要生机的建造造会,做基督的身体 所以这个系列信息就是非常讲到我们的中间的不仅要爱主 我们也要彼此相爱 那借着这样的相爱,要生机的建造造会,做基督的身体 那这篇信息它最主要就是从约翰福音13章 就是关于主与门徒们之间的洗脚 那这幅图画来说到,我们要在生命要在爱中 维持交通的洗涤 这个生命的洗涤乃是在爱中的 那借着这样的爱中的一种的维持交通的洗涤 就使我们能够有一种甜美的交通 那也借这个甜美的交通 使我们能够建造造会,做基督生机的身体 感谢主 那这篇信息是非常支养的一篇信息 那第一大点这里说到,这个约翰福音是一卷表号的书 约翰福音13章所记载,关于洗脚的事也该视为一个表号 就是具有属灵意义的象征 那这里引用的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 特别是11节 那这是讲到,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入了 那约翰福音第二章最主要讲什么呢 就讲到主耶稣参加一个取亲的宴席 在那里当酒用尽的时候 这个主要人拿了这六口石缸倒上水 然后再从水里面摇出来 没有想到这是个更好的酒 事实上这是一个表号 说出酒是在那里变死亡为生命 那所以约翰福音他其实有很多的表号 那不光是取亲的宴席那是个表号 那连主跟门徒们洗脚这件事也是一个表号 这个第一终点就是说我们不该只按着字面 乃该在内在的意义上 就着更深更重要的属的灵意来接受这个洗脚的事 也就是我们要看见主耶稣在那里 这个脱下外衣树上带子 为门徒们洗脚 那这件事情其实有很重的一个属灵的意义 我们需要来认识这个洗脚的内在意义 还不是说我们在教会中我们来实行这样的洗脚 而是我们看见他那个内在的背后的那个属灵的意义 那约翰一字12章是说到 主作为生命来了 并且产生了由重生之人所组成的造会 在重生之人的灵里 他们是在神里面 也是在诸天界里 但在他们的身体里 他们仍然活在身体中行走在地上 这给我们看见主在13章之交通的需要 约翰福音可以说13章是一个分水岭 前面一到12章乃是说到 神是如何来做人的生命 那从14章以后乃是说到 这些得到生命的人 他们要如何要来建造成为神的家 那所以主不仅是在那里做上流人的需要 就好像尼格蒂姆 也做这下流人需要 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的故人 也做那些病弱的 瞎眼的瘸腿的 这个在宗教里的人 甚至连这个死掉的拉撒路 主都是叫这个死人的复活 所以呢 在1到12章说到 主是如何在那里来做生命 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人子来 就是为了寻找拯救这些失丧的人 那好了 那这许多的人得救了 有了神的生命以后 对不对 他们乃是被召聚在一起 要成为召会 但是这些得生命的人 那要如何能来在一起 有交通呢 我们还是活在我们的肉体当中 我们也是行走在这个地上 对不对 我们这许多人来在一起 我们要如何有一种身体的交通 那这就说出这个洗脚的需要 那第二大点 这就给我们看见 主耶稣就在那里啊 为门徒们设立了一个模样 第二大点这里说 耶稣知道自己啊 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地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 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 又要往神那里去 就起身离席 脱了外衣 拿一条手筋束腰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 就开始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束的手筋擦干 那这段经文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细剧的 在那里描绘主是如何一步一步的 在那里为门徒们来洗脚 因为他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那他也爱世间那些属自己的人 就是他一到十二章 他所一一的在那里传福音 在那里在那行神机 甚至把他们一个一个都在生命里使他们得救 对 好了 那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地 他们来谢主 所以他就在这里 他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首先第一宗礼就告诉我们 主脱下的外衣 象征主彰显出来的美德和属性 因此他脱去他所彰显出来的琐事 就着主来说他是神的儿子 对不对 他也是他们的主人 好了 但是主却愿意放弃自己那个高贵的地位 他愿意在那起身离席 然后脱下自己的外衣 这个脱下万一就说出话 他愿意脱下他所有彰显出来的琐事 这个彰显出来的琐事 就是指的他的身份 他的地位 他的尊贵 他都愿意完全的脱下 那第二宗礼就说到 主束腰表真他以谦卑约束来限制自己 当主要来为门徒们洗脚的时候 对不对 他是用一条手巾来束腰 束腰 好 那借着这个束腰呢 就使他能够便于来服事 如果说没有束腰的话 对不对 主一蹲下来 哎呀 这个外袍就松散了 是不是 必须要束腰 借着这个束腰 就使他能够非常利落的 在那里来服事 这个门徒们洗脚的事 那这个束腰就说出他的谦卑 他在那里限制他的自己 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那也说 照样年幼的要服从年长 你们众人彼此相待 也都要以谦卑束腰 阿们 因为神阻挡狂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主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我们来服事圣徒 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需要脱下我们的外衣 脱下我们的彰显的琐事 外在的琐事 我们需要谦卑 我们需要受约束 感谢主 那第三宗里说 古时犹太人所穿的鞋 鞋帮是用条带做的 满了动孔 由于路上尘埃多 脚很容易弄脏 他们复习时 若在席间伸出脏臭的脚 就难免会逐脑 因此要有愉快的言习 就需要洗脚 我们知道脚乃是人最脏的部分 因为行走在这个地上 对不对 特别是在古时 他们穿的那种草鞋 或是那种马鞋 对不对 好了 那满了洞孔 又满了这个尘埃 你想想看 那个脚 是不是 因为是又脏又臭 如果说大家要在那里用餐 要在那里复言习 但如果说伸出脚是又脏又臭的 那这不是很舒服的事情 所以主在那里 为了维持那个言习的愉快 就甘愿在那里为门徒们洗脚 阿们 第四 主给门徒们洗脚 向他们表明 他爱他们到底 并且盼望他们要照样在爱里彼此洗脚 感谢主 这就是主实行这样的目的 他爱 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你想想看 人的底是什么 人的底其实就是又脏又臭的脚 那主不仅是爱我们的外在的 那个好可爱的 他也爱我们的全身 这个最脏最臭的部分 那他为我们设立了榜样 感谢主 意思就是说他也吩咐 门徒们要照样要在爱里 爱里彼此洗脚 在这样洗脚当中 门徒们就感受到 主是这样的爱他们 愿意放下所有的外在的这些尊荣 然后愿意谦卑 愿意受约束 是不是愿意辅救 再来洗他们那个又脏又臭的脚 好使他们能够在沿洗当中 得着愉悦 那小顶这里说 我是主是夫子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这就是主给我们所立下的榜样 这样一位尊贵的 这样一位高尚的 但是他尚且脱下外衣 为我们来洗脚 我们也当 特别说我们也当彼此洗脚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以主为我们的榜样 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 我们不要在那里 在那里坚持我们自己的地位 我们的身份 我们愿意谦卑 辅助所有的圣徒们 二小点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诫命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正如我爱你们 为使你们也彼此相爱 阿们 神谢主 主为我们做了一个爱的榜样 那这样一个相爱 乃是主给我们一条新的诫命 那这个诫命 其实在旧约兽就已经颁布了 说到我们要爱神 是不是 我们也当爱灵舍如人至己 是不是 那但是呢 多少时候这个诫命呢 被荒废了 被失去了 老旧了 是不是 没有人在乎了 那今天呢 主要把这套诫命重新赐给我们 要叫我们彼此相爱 第五重点 主给门徒洗脚 乃是洗去他们的污秽 以维持他们 与主并彼此的交通 阿们 弟兄姊妹 当我们要来在爱中彼此有交通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亲切的洗脚 阿们 好使我们呢 这个污秽被洗出 感谢主 我们成为一个干净的人 那我们呢 能够在爱中啊 在那里维持生命的交通 阿们 好 那第三大点讲到说 在我们的经历中 脚的玷污 只因着与世界接触 而产生与神 并与彼此的隔膜 洗脚只恢复 属灵的新鲜与活泼 并恢复我们与主 并彼此的交通 阿们 所以弟兄姊妹 这样的一个洗涤 乃是以为着一个彼此的交通 那有时候我们受了玷污了 特别是我们的与世界的接触 今天可以说 有太多容易玷污我们 对不对 地上的新闻啦 节目啦 甚至我们的手机啦 我们的电脑的网路啦 甚至呢 我们人与朋友们的接触 听到的很多东西啊 都会使我们受玷污 那我们就很需要什么呢 就很需要这种生命的洗涤 我觉得每次我们去参加小牌聚会 哇 唱大家在那里唱诗歌 在那彼此交通 哇 刚开始去的时候啊 都是极其的软弱 但是等到我们参加完了以后 我们都觉得啊 非常的受 受到啊 这个 属灵的新鲜 还有活泼的贡猿 那这些啊 就使我们呢 与主之间的隔膜 就被消除了 并且呢 我们与圣徒们之间 也有这种很甜美的分享 我想 所有弟兄姊妹 我们啊 去参加聚会 你都有这种感觉 阿们 没有去之前跟去之后 这是完全是不一样 阿们 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 特别是现在我们呢 已经恢复这个实体的聚会 对不对 那现在啊 疫情也已经过了 是不是 该感染的也感染了 感谢主 主都叫我们啊 得恢复了 我们就要坦然的 放胆的 我们来参加 这个小牌的聚会 参加主日聚会 甚至能够去传福音 去牧养 去看望 这会叫我们呢 啊 拨去地的污秽 使我们呢 重新呢 有种主灵的新鲜和活泼 阿们 第一重点 主到 在我们的经历中 约翰福音13章 洗涤的水 象征圣灵 化和生命 阿们 主借圣灵的工作 化 活的话语和光照 和内里生命之律的运行 来给我们洗脚 好 这里提到啊 有三样东西 一圣灵 第二化 那第三是什么呢 就是生命 阿们 好 主借的圣灵的工作 还有呢 这个活的新鲜的 化语的光照 供应 喂养 是不是 更借着 里面啊 那个生命之灵的律 运行 在那里啊 来为我们洗脚 所以呢 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啊 这个我们要看见 这个三项的象征 这个洗涤的水 它乃是个象征 它是个表 对不对 表征圣灵 对不对 好 所以啊 在提多出三章五节 那就讲到说 我们呢 是借着重生的洗涤 和圣灵的奔心 好 所以呢 这个洗 它其实就是圣灵的奔心 那在以佛所书五章二十六节 也说到 好圣化造会 借着化中之水的洗涤 来洁净造会 所以呢 不仅呢 这洗涤 不光是圣灵 也是什么呢 化中的水 来洗涤 那再来呢 我们就看见 就是啊 这个 这个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那讲到 主来了 叫阳得生命 对不对 并且得得更丰盛 那临前十五章四十五节 到末后的亚当 成了赤生命的灵 换说啊 这里都给我们看见 有一个生命 这个水是什么 其实就是生命的洗涤 它也是那个生命之灵的律 在我们里面来啊 运行做工 来做洗涤的工作 所以呢 我们要经历这个洗涤的水 第一 你要有圣灵 第二 你要有化 第三 你要有生命之灵的律 那第二重点 这与用血 洗我们的罪是不同的 这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之后 还需要有十三章 这洗脚的事 做表号的原因 因为 这个属灵的洗脚 拯救我们脱离 与主交通中的成就 阿们 血的洗涤 是一次而永远 阿们 感谢主 祂赦明了我们的罪 对 祂也洗尽了我们一切的误会 好 这是啊 借着血 那我们得 我们借此就得到 得救了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呢 要维持这个交通 不落在这个成就当中 我们就需要什么呢 我们就需要有啊 这个水 主在啊 施加上 他流 受死的时候 他流出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血 一个就是水 血是为了救赎 但是水 是为了洗净 而这个洗净 就是叫我们啊 不再成就 而啊 得主一种的新鲜 不像弟兄姊妹们 我们呢 有时候经过一天的 这劳累工作 或者是上班 或者是你上学 你回到家里 你最想做什么事 其实最想的就是 好好啊 洗个洗个澡 或者洗个脸 对不对 好了 那接着这个洗 就叫你这个呢 这个整个人呢 就重新呢 就恢复 有种的新鲜 有种的复苏 那第三 今天世界是污秽的 我们这些圣徒啊 很容易被污染 为了维持与主 并圣徒之间愉快的交通 我们需要让主 在他的爱里 并让众圣徒 彼此在爱里 有属灵的洗脚 阿们 感谢主 所以在教会中 在我们小牌当中 为了要维持这样愉悦的交通 我们很重要的 就需要我们在爱里 有彼此的洗脚 这是我们活在约翰一书 接着约翰福音所启示的 成圣生命的交通离 所不可或缺 那约翰福音最主要的是说到 我们得着生命 我们享受这个生命的分世 但是约翰一书呢 阿们 是说到 我们要活在这个生命的交通 这个交通 是接续着我们得着生命的供应 生命的分世 我们得着了生命呢 我们重生呢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 我们接着就是什么 我们就需要彼此相爱 我们需要在爱中 有彼此甜美的交通 感谢主 阿们 好 那到了第四大点 就给我们看见 这样的洗涤啊 其实是跟我们啊 这个花时间在主身上 跟花时间在圣徒身上 是息息相关 阿们 好 那 第四大点 我们要经历这种洗涤 就需要花时间在主面前 并与那些 满了 纳灵 化 和神圣生命的圣徒在一起 用指名 如果说 我们要花时间 跟那世俗的朋友 在那里闲谈 在那里谈政治 谈世界局势 甚至到一些不正当的场所 在那里唱歌 在那里喝酒 你很容易也就被玷污了 阿们 你就会失去主的同在 所以我们很需要什么 就是我们需要花时间在主面前 每早晨 我们应该要有诚心的时间 不管是个人的诚心 或是有团体的诚心 这都会叫我们呢 得着生命的洗涤 那我们也需要花时间 跟那些爱主的 那些圣别的圣徒们在一起 这些 借着这些圣徒们 他们有灵 有化 有生命 对不对 我们和他们接触 你就会发现 你的整个人就得付出 得着洗剑 我们在心思上 是不是 我们就不会随着地上的这些环境 在那里起伏 在那里波动 感谢主 第一中也说 如果我们留在主面前 主就会临到我们 洗涤我们不是用血 乃是用灵 活的化和内里的生命 我们再说 借着这个三个重要的洗涤的象征 就是那灵 就是活的化和内里的生命 来引起我们 血的洗涤 洗净是一次而永远 但是那灵 活的化和内里的生命 是需要天天的 是每时每刻 我们都需要来经历 这一个生命的洗涤 每当我们需要这种洗涤时 我们只要将自己向主敞 花时间在他面前 并让内里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永远 居然而然的 会有活的东西在流通 浇灌并洗涤我们 我们就再次洁净了 我们的灵会高昂 全人也会在主面前 感到愉悦 阿妹 感谢主 我相信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花时间在主面前 有时候 这个费事虽不多 喜乐以难言 当我做前小逗留 当我们在主面前 停留停留 在那里呼喊主的名 享受主的话 唱上诗歌 祷告祷告 对不对 甚至在主面前 我们有点认罪悔改 在那里 你就经历主 那里的运行 在那里来洗涤我们 主光到哪里 我们就认罪到哪里 你就好像 好像那个 你丝的那个毛巾 就在那里 一遍一遍的在那里 把我们脸上的一些污秽 都给洗掉了 谢谢主 第二 你们也当彼此 洗脚 那叫做 我们不仅要经历主的洗 对不对 我们也需要经历 圣徒们之间 彼此的洗脚 在我们的经历中 主耶稣 自己和那些满了生命的圣徒 能如此的洗涤我们 以属灵的洗脚 彼此服事 保守我们脱离属地 接触的误会 当我们在这地上行动工作的时候 我们不只需要主在我们灵中 直接给我们洗脚的服事 也需要从弟兄姊妹 能得到洗脚的服事 所以我们一面 我们是个人到主面前 从主得着洗 我们也需要来到聚会当中 来到小牌当中 我们来经历 那一个弟兄姊妹们中间 这个彼此在爱中的 这洗脚的服事 我是真的是非常享受 这个我们每天晚上 我们和圣徒们在一起的 读经时间 我们花半个小时 来读一篇生命读经 然后有分享 有祷告 再花半个小时 来读这个圣经 感谢主 我记得每天晚上 那一个时间 我们不仅经历了主的洗 也经历了圣徒们之间 彼此的洗 然后读完了 感谢主 就去睡觉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最好的生活 兄姊妹 我们需要来这样实行 我们也享受主的洗脚 我们也享受弟兄姊妹们 这洗脚的服事 那第三 每当我们要洗别人的脚时 我们需要跟随主的榜样 脱下外衣 就是放下我们的成就 美德和我们的属性 那这个脱下外衣 很重要 也就是我们来到圣徒们当中间 不要有任何身份地位的差异 我们来到圣徒们当中间 我们就是弟兄姊妹 不管我们的群里面的 有些是有钱的 没钱的 身份高的 身份低的 都不在乎 感谢主 我们要脱下这些所有的外衣 放下我们所有的骄傲 我们就简简单单的做弟兄 事实上 弟兄就是我们的 神给我们最高的称呼 我们必须降悲自己 暴空自己 许多人穿了属灵的外衣 轻看别人 他们以自己的属灵为 我们如果有这样感觉 我们就是个孤单 一个骄傲的人 他不喜欢跟人一起追求 有时候会嫌人读经慢 学人念的不够清楚 我们就没有耐心 弟兄姊妹 这个都是我们需要放下 我们要放下我们所有属灵的骄傲 第二 脱下我们的外衣 意思就是我们自己要下宝座 感谢主 我们愿意拖下自己的下宝的宝座 我们愿意放弃我们所有外在彰显的所事 我们愿意和圣徒们一同来得追求 第四 用守经树邀 意思就是我们受约束 愿意失去我们的自由 我们放弃我们的自由 为要供应生命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 每一次我们要来参加小牌聚会 要来参加读经的追求 事实上我们都是愿意放下所有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可能正在忙些事情 甚至我们要处理一些电话 兄姊妹 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我们该放下的时候 该停下来 我们守住我们和圣徒们追求的时间 感谢主 这就是说出我们要受约束 甚至有时候我们要拒绝一些外在的一些社交活动 我们愿意快快的回来 回到家里来享受与圣徒们的交通 第五大点就说到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习如何爱的弟兄姊妹 给他们有属灵洗脚的服饰 洗尽他们属地接触的误会 这保守他们是新的 新鲜的 活泼的 我们这样彼此相爱 就是我们属于基督的表迹 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四节 这里说到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诫命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正如我爱你们 会使你们也彼此相爱 三四五节 你们若彼此相爱 众人因此 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阿们 所以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这样的洗涤 是一个什么 是我们一个属于基督标记的一个洗涤 阿们 当我们是这样的彼此相爱 我们愿意在那里谦卑的受约束的 在那里用纳灵 用化 用生命 来彼此习教 来彼此相爱 人就会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 阿们 所以弟兄姊妹 这样的洗涤是一个相爱的洗涤 这样的洗涤是一个满了新鲜活泼的洗涤 第一重点 烟雾的脚可以概括的说是指与主的交通成就 然而干净的脚是指与主的交通是新鲜的 我们的交通必须不成就而满了新鲜 今天没有多少人能说 他今天宝贝族爱主和前五年 前十年一样 许多人都要说去年有这样感觉 但今年没有了 他们的脚玷污了 他们疲倦了 这是属灵的疲倦 失去了主灵的新鲜活泼 我们需要这样的洗脚 讨教我们的恢复 很多时候我们走走了 我们的腿发酸了 我们手下垂了 是不是 我们需要有圣徒们来顾惜我们 对不对 来帮助我们 使我们重新得恢复 第二 主一直是新鲜的 他也要我们一直是新鲜的 不要我们在属灵上不振作 所以他才使我们躺落在青草地 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 使我们的魂疏险 洗脚维持我们与主之间亲密的交通 将我们属灵的活力和属灵的新鲜 调望起来 阿妹 主是我们最好的牧人 他又 他领我们到青草地 到可安歇的水边 他是我们的魂 得主 苏醒 阿妹 感谢主 所以兄姊妹 我们要维持这个鼠灵的新鲜和活泼 那我就想到这生命纪 三四章 第七节 那讲到说摩西死的时候 年一百二十岁 野木没有昏花 精神没有衰败 阿妹 你想看 一人活到一百二十岁 野木不昏花 精神没有衰败 为什么呢 因为摩西是活在主面前的人 他是个常常在神的光中 在那里领受神的话语 借着神的话语来加强他 来供应他 就使他野木不昏花 精神没有衰败 这实在是我们的法量 第三重点 我们绝不要让自己变得老旧 就是定型 一成不变 或被霸占 我们要保守自己 在主面前到空 敞开 新鲜 常心 活泼 且年轻 主啊 我们需要向主祷告 求主这实际的离 引导我们进入诗篇 一百一十篇第三节的实际 当你征战的日子 你的名要以奉献为采示 甘心献上自己 你的少年人对你必如 清晨的甘露 阿妹 主今天要得着一般 阿妹 得圣者 一般的少年人 阿妹 感谢主 他因着我们的奉献 要使他得着彩事 阿妹 所以兄姊妹 不要老旧 要新鲜 要活泼 我们要彼此在爱中 彼此习教 彼此共义 好使我们能够刚强 好使我们能够继续走主的道路 能够迎接主的回来 阿妹 下面我们的批发弟兄 继续为我们有交通 感谢主 阿妹 感谢神 我继续徐雄弟兄的分享 在此之前 我简要地分享一些 弟兄自第一大典 所提到的内容 随便信息的主题 说到生命在爱中 维持交通的洗涤 弟兄姊妹们 那就是说 随便信息 我们必须与主之间有交通 并与基督身体上 互相做肢体的彼此有交通 特别是教会中 长老们 同工 服侍者集合心 更需要维持这样的交通 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主为我们做了榜样 那就是洗脚 这乃是表号 象征 生命在爱中的洗涤 目的乃是为着维持交通 那就是说 在我们与主之间 我们作为基督身体 肢体之间的交通 已经有了 但很多时候 在我们的经历当中 这交通偶尔会被切断 因此我们需要借着 生命在爱中的洗涤 而恢复 为着使这交通 能够被维持 而不被打断 不停止 因此 弟兄已经说过了 特别在这篇信息 说到约翰第十三章 主在洗脚上 给我们做了榜样 所以这洗脚 不是外面的模仿 像某一照会 或某一区 也许 主日聚会结束后 负责弟兄准备 盆 水 毛巾 在圣徒回家之前 给他们洗脚 也许 真的有这样做的 照着我所听见的 真有这样做的 弟兄姊妹们 这不是外面的模仿 这乃是有很丰富 且重要的属灵意义 在约翰前十二章 让我们看见 主耶稣作为生命来聊 并且产生照会 特别第十二章 伯大尼之家 乃是照会生活的小营 乃是由重生之信徒 所组成 弟兄姊妹们 当来到第十二章 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 我们都重生了 主作为一粒麦子 死了 产生了许多的子力 在属灵一面 我们重生了 我们在神一边 在神里面 是属天的 是在诸天界里的 但我们的身体 还活在地上 还在肉体里 因此我们的生活 还是会接触 属世的误会 特别是我们的脚 是最低的一部分 是最容易被玷污的 因此 主这样做是为什么 乃是为着来 做我们的榜样 那里圣经记载说 主爱门徒 就爱他们到底 所以 洗脚乃是爱的表号 在属灵里面也是一样 我们说 我们爱主 爱圣徒 若照着这篇信息 照着约翰第十三章 我们要学习 在爱里 为圣徒 服侍者 特别是在我们 所在区里 或所在地 与我们配搭的人 洗脚 弟兄分享过了 主在降悲自己上 乃是我们的榜样 无论是束腰 或是脱外衣 因此 我们若要给别人洗脚 我们要愿意被约束 并降悲自己 有些人 不能给别人洗脚 也许觉得 我是第一负责弟兄 你是第二 第三负责弟兄 所以你要听我的 你们禁止随意行事 若在这样的气氛里 黑大就不甜美 很难彼此洗脚 因此 主自己脱下外衣 脱去他的脏鞋 这乃是我们的榜样 他是老师 他为我们立了榜样 然后主吩咐我们 我们就像是学生 不能大过老师 当老师在这世上 做了榜样 若我们爱弟兄 向主爱门徒 只爱到底 我们就应当谦卑下来 给他人洗脚 例如 我在训练中心 当过辅训 有机会与学员 一同辅士 现在他们经过训练 在各区 各地方辅士 有时候我们要知道 不是说 我以前是你的辅训 你是学员 若今天我还是有这样的态度 就很难给他们洗脚 他们也很难给我洗脚 因此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需要看见 今天的世界乃是污秽的 我们很难脱离这些污秽 因此每次我们来到教会的聚会中 来到教会生活中 我们必须得着洗涤 在约翰第十三章 洗涤的水 乃是象征圣灵 生命和化 主借着圣灵的工作 活得话语的光照 和内力生命之律的运行 来给我们洗脚 所以照着第四大典 我们需要花时间在主面前 并与那些满了纳灵 化和神圣生命的圣徒在一起 因此我们需要敞开 还要怎样 我们还要学习彼此属灵的洗脚 感谢神 当来到第五大典 我补充一些 第五大典我们要学习 每一位都要学习 我也要学习 学习彼此属灵的洗脚 为着洗尽他们属地 接触的误会 这保守他们是新的 新鲜的 活泼的 感谢神 我们这样彼此相爱 就是我们属于基督的表迹 弟兄姊妹们 我请求对学员 对亲子 特别是经过FTTV训练 或是在其他地方受过训练的亲子说 弟兄姊妹们 在一小点这里说到 今天没有多少人能说 他们今天宝贝族 爱族和前五年 前十年一样 弟兄姊妹们 以前我们就讲诗篇 110篇 就是徐庸弟兄所说的 当你真正的日子 你的名要以奋献为采事 甘心献上自己 弟兄姊妹们 我们经过了训练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老旧的 我们要转向灵 愿意更多花时间在主面前 为使我们从主得者洗涤 先让主给我们洗脚 弟兄姊妹们 这可以看作是帐幕的图画 在提多书三章五节 说到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 画中之水的洗涤 在约翰第十三章说到水的洗涤 可以说是圣锁入口 或帐幕入口的洗脚盆 洗脚盆乃是紧挨的祭坛 祭坛使我们能够应用十字架 保血洗尽我们的罪 但洗脚盆这里的水乃是洁净污秽 特别是洗我们的脚 如果我们看灵后六章十七节 那里主怎样说 保罗说 你们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得以分别 不要沾不解之物 我就收纳你们 主接纳乃是在百姓得着洗涤 从不解之物中得分别归下神 分别出来就进入制圣所 一文在这里用 I will welcome you 主愿意接纳我们进入 就像房子的门 大多数人家门口的脚垫上 写着Welcome 就是欢迎访客 因此我们朝见神 当我们借着摄灵化其生命 从洗桌盆得着洁净 他必定欢迎接纳我们 为使我们进入与主的交通 因此 若我们还是老旧误会的 这交通就不会甜美 就像弟兄说 当门徒在一起吃饭 每一位都脱鞋 每一个人的脚都很臭 因为被属世误会 这会使交通或用餐 或享受不新鲜 就像是照会的聚会 弟兄姊妹们 参加照会的聚会 每一位都被属世的污秽充满 说话满了属世的 穿着是属世的等等 当来到这样的聚会中 气氛就会觉得很尴尬 气氛就会觉得很污秽 因此照会的聚会 应该充满洗涤的水 至少将这些污秽洗去 为着维持新鲜 甜美活泼 充满活力的交通 因此求主怜悯我们 就像第六大典 若要这样 在我们里面必须有一种 说不出的新鲜能力 滋润和供应 人遇见我们 就不能不寻求神 人遇见我们 与我们谈话时 应当产生这种渴望 寻求神的感觉 他们属灵的精神 应当得恢复 弟兄姊妹们 很多时候 可以使人来找我们 确实他们越不爱神 若是这样 我们真是很糟糕 特别我们作为服侍者 真的很失败 因此信息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的读经 祷告 服侍 及传福音 若是没有在人里面 产生渴慕的能力 我们的工作就是失败的 因此 我们做属灵的事 没有产生激动人的能力 使人觉得爱神 寻求神 若这样 我们所做的工 就很失败 求主同样的怜悯我 使我能够我们保守 因此必须要有一种点 说到我们日日 需要圣灵的更新 使我们能 长保新鲜 并满有活力 弟兄姊妹们 重生的洗涤 乃是每天的事 在灵后四章 让我们看见 我们需要日日得更新 所以 洗脚是指什么 乃是恢复我们 从前所感觉的 把我们带到生命的新鲜 和信仰里 在罗马书六章四节 给我们看见 我们重生之后 我们乃是要照着 生命的信仰生活 因此 照着生命的信仰 生活需要借着洗涤 洗脚 因此 就像刚才有些人 经过训练 五年 十年后 或有些人说 我爱过神 热心服侍过神 但是这样的情形 可以说是老旧了 因此 求主得着我们 使我们能够恢复 像从前那样 宝贝主 做我们起初的爱 在凡事上 让他居守卫 所以求主得着我们 我是在作为一位 经过全时间训练的 而说的 因此 弟兄姊妹们 很多人经过训练 现在在职 被属世污秽 玷污的机会越大 越需要从主得着洗涤 所以求主得着 并恢复我们 第三终点 乃是条件 如果我们没有 享受主 做得胜的生命 没有得着胜利的帮助 而活出得胜的生命 我们就不能 洗别人的脚 纳灵在我们里面 是我们的宝贵师 乃是在约翰14章提到 就是照料我们 按见事物的那位 因此弟兄姊妹们 求主得着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被洗脚 我们也要预备 能洗别人的脚 有些人也许说 弟兄 你为我洗脚 你的水是不是太热了 若是水太热 那就是说 用来洗脚的水 不是圣灵 不是话 不是生命 却是其他的 也许是我们天安的热心 因此 这里说 在基督徒 彼此的服饰中 没有一件 比洗脚更重要 更宝贝的 我们越一起配搭 服饰越久 越不容易彼此洗脚 这是求主 怜悯我们每一位 向主说 你们既晓得这事 他是我们的老师 为我们立了榜样 若是去行 就有服了 因此 越一起服饰 配搭 就越要谦卑 并且彼此洗脚 第七大典 我的时间快结束了 洗脚乃是主 爱我们到底 以应付我们 终极的需要 我们每个人 都必须学习 如何爱弟兄姊妹 给他们树林 洗脚的服饰 弟兄姊妹们 召唤的聚会 向小孩 正常若没有疫情 我们乃是 面对面的聚会 但是当来到 小孩聚会 那怎样呢 有些人祷告 像是做文章 没有活力 没有操练林 林没有被点活 但也有些人 到聚会了 应着他在路上 唱诗赞美 当他来到会中 他就借着赞美 祷告 给每一位 与会的洗脚 是那聚会 被点活 是新鲜的 有活力的 甚至是初信者 当他对主 有新鲜的经历 像我是信主 很久了 有时候会老旧 但有时候 听到书信者的 见证 将有一次 建立某一处 照会 我去参加 听到弟兄姊妹们 做建立照会的 见证 我听了 我在那里坐着 觉得 得着了洗脚 这样的人 在主眼中 是很宝贵的 所以求主得着我们 若我们 给别人洗脚 条件是什么 就是要有水 我们要有纳磷 要有花 要有生命 因此我们来到 照会的聚会中 我们自己要有水 要预备好水 来洗别人的脚 所以求主得着 我们的照会生活 越使我们得着恢复 不是只是在线上 若是可以 当情形好点 你所在的地方 若是可以 就聚集在一起 但这不是规条 然而在线上 我们也能够 献上赞美 祷告 满了水 不仅洗涤我们自己 也能够洗别人的脚 最后第八大点 缺了属灵的洗脚 照会生活 就无法实现 照会生活的实际 也没有了 照会生活 简单地说 需要分别 就像帐幕的图画 从祭坛到洗桌盆 然后进入圣所 若我们要给别人洗脚 我们必须每天 被纳灵充满 一直地与主有交通 主在哪里 主乃是在制圣所 然后进入制圣所 神的灵就在我们的灵里 这同样是福图画 就是调和的灵的图画 因此求主怜悯我们 一面的确需要主 自己天天洗脚 另一面 也需要众圣徒 彼此洗脚 这样我们就能维持 美好的交通 借此我们就有 真正的照会生活 甚至信息鼓励我们 照会也需要 为这事祷告 求主使我们祷告 无论是周四 有些地方是其他时间也好 或是周六 应该成为为圣徒洗脚的祷告 使教会生活能够被使唤 因此第三第四终点 举了在哥林多教会 及罗马教会的情形的例子 哥林多的教会 在临前末了 保罗说什么 说到司提反 福图拿都 亚该骨 这些名字我们不怎么熟悉 但保罗因这些弟兄的来道 而喜乐 因为你们的不在 所致使的短缺 就是哥林多人 他们都不足了 然后说什么 这些弟兄 使保罗和哥林多人的 灵都畅坏 因此保罗说 这样的人 你们勿要赏识 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学习 在照会生活中 赏识这样的人 向你弟兄去找 和寿恩教室的经历 这个我没有时间讲说了 弟兄姊妹可以去看成心 然后第四终点 说到 愿我们天天有新鲜 属灵的经历 罗马十五章三十二节说 叫我就是保罗 与你们同德安息畅坏 这就是洗脚的结果 罗马书结尾说到 在地方上的照会生活 林前也同样说到 哥林多这地方照会 因此照会生活 需要我们保守 要有洗脚 借着洗脚而维持 甜美新鲜的交通 使在照会中 一起生活服侍的人 觉得畅坏 求主怜悯我们 使我们照会生活 被实化 有照会生活的实际 一面没有属世的污秽 因为主洁净了 另一面 在我们一主之间 及我们彼此之间 有新鲜 有活力 活泼 不老旧的交通 让这洗脚的属灵意义 象征意义 能够被运用 而成为我们在泰国 及老挝各处 照会生活的实际 阿妹感谢神 Amen 赞美族 自威洛弟兄 我住在 库塔东府的考亚 我得救是在 2022年的6月20号 我要来见证 我所在地的福音的传扬 在我所在地的福音传扬 开始于我自己的家 在这之后不久 我在巴南亚的兄弟姐妹 他们的全家也都全部得救 感谢赞美主 借着在身体里的祷告 以及在身体里的佩当 愿主祝福 并且复兴在这地的福音的开展 在以福所书六章十八节 这里说到 时时在灵里祷告 并尽力坚持 在这世上敬行 且为众圣徒祈求 阿妹感谢主 在每一个周二的下午两点开始 我就与当地的弟兄姊妹 一同的来配搭 在我们的当地 以及周边去传福音 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所以我们祷告的负担乃是 第一个负担就是 愿主复兴在这里的信徒 至少有三十位 第二个负担就是 求主能够赐给我们五个家 第三个负担就是 求主能够赐给我们 有四位主要的弟兄 感谢主也赞美主 我们所赐给我们的是 是过于我们所求并所想的 在第一到第十二号 这两周的福音开展中 我们到各个村庄去传扬福音 神也祝福并扩展 他在这里的见证 现今在半口亚 主也答应我们的祷告 就是使在这里的信徒的人数 达到四十位 感谢主 为着主见证的负担与目标 盼望能够在明年年初 能够建立赵会 感谢赞美主 在赵会中 愿荣耀归于主耶稣基督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我是扎路帕姊妹 感谢主 借着她的怜悯 说能够在考亚 能够一同的来配搭服事主 感谢主 在已过的一到十三号 我想要来见证 关于在这段时间的传扬福音 在考亚在五到七号之间 感谢主 当我与弟兄姊妹一同出去的时候 不就使在考亚的人的心向福音敞开 并且使他们乐意接受福音 并且也愿意受尽 在我与弟兄姊妹的配搭中 我们来到一位初信者的家里面 这位圣徒对他家的孩子 非常的有负担 想要他们也能够听福音 或者换一句话来说 今天他的两个小孩 如果还没有受尽得救 他就不让我们离开他的家 因着这位圣徒有这样的定义 所以到最后 他的两个儿子都受尽得救了 感谢主 还有另外一个家 也是一个刚得救的家 他们家有四个人 他的女儿是一个青少年 才十一岁 他也非常的有心 在每一个主日 他每一周都来 并且他也叫上他的哥哥和他的父亲 一同的来一指的聚会 不仅如此 更重要的是 他还向他的朋友传扬福音 在11月5号 他就邀请了他的两个朋友 来一同的来听福音 他的朋友最后也受尽了 他的目标乃是 他要在他的学校里 将福音传扬给他的同学 也包括他的老师 感谢主 为着主的行动 愿在考亚得着更多的祝福 使信徒的人数能够增加的更多 在考亚在5到7号之间 一共有九位的新人得救了 阿们 感谢主 因为神的福音 已经临到了弟兄姊妹 这不是在于我们外面所说的话 而是在于神的能力 在于圣灵 感谢赞美主 阿们 我是Natalika姊妹 现在是我训练的第四学期 在已过两周的开展中 我在Drang造会 Tongkai Oya Kongtong 以及Ao Nang造会来开展 在这一次的开展中 与上一次比较 我非常的享受 因着在各地有圣徒一同来配搭 去到哪一个地方 都有当地的圣徒一同来配搭 觉得非常的加厉 虽然感觉很累 但是却不愿意退缩 有一天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要退缩了 因为没有结果之 但是跟我一起佩戴的圣徒 却有着比我更火热的灵 弟兄姊妹的信心 也持我在传福音的时候的信心得加征 在这一次的开展传福音中 给我看见 传福音 这不仅是全时间的责任 或是训练学员的责任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我们都需要出去传福音 因为我们每一位都是活的肢体 不同的功用 却不是分开的 也是彼此互相做肢体 而且每一个肢体都需要其他的肢体 来一起的配搭 这样当我们来一起配搭的时候 福音就有能力 借此使我所在的开展主 能够有能力每一天都往前 然后在这两者的开展里 我们一共得了27位 在罗马12章4到5节说 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 但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用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 并且各个互相做肢体 也是如此 Amen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